好,今天我们上课的主题是这个Image Search 我们会鼓励就是学生们能够在上课前 现在自己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面安装 下载安装这个Image Search这个App 那它这个主要目的就是让我们的小孩 能够就是说对周遭事物能够进行主动的学习 好,这个怎么样操作呢 中间上面呢,我们有这一个Image Upload这个键 那我们只要点击呢 然后再选择我们图库里面的这个照片 然后呢,我们就要进行判断了 就要叫小孩子们先进行判断 然后最类似的东西呢 我们就点击那个照片 然后进入呢,然后我们就搜索这个名字了 所以呢,我们会就是说 让他们呢,就是在四周围呢 就是拍摄十样事物 动植物都行啦 然后呢,去知道,去认识他们的名称 这个呢,就叫做Carolina Jasmine 那我们呢,同时Carolina Jasmine这个名字懂了过后呢 我们会鼓励就是学生们呢 就是进入这个谷歌 寻找它的中文的翻译了 这样你就必须要打入Carolina Jasmine 然后呢,然后再输入后面再输入中文啦 所以我们知道它的华文名称呢 叫做Carolina莫莉花 Carolina莫莉花或者是黄色莫莉花啦 所以这样子的过程呢 就可以让学生们呢 就是觉得更有趣味 然后他们呢,能够更好地去认识周遭的事物啦 好,我们可以再进行第二轮的搜索 好,中间上面呢 我们点击这个Image Upload 甚至是我们碰到的不知名的一些蔬菜呢 也是可以进行搜索的 所以这个App呢,能够增加那个学生的学习的趣味 好,我们可以点击See More 好,这边呢 这边呢,就让他们自己去判断 跟点击呢 最类似的一个蔬菜 所以这个很明显的啦 这个才是我们要搜索的蔬菜 所以要点击那个最类似啊 形态最类似的那个图片 好,这边呢,答案就是Romaine Romaine Letters 所以我们一样的可以再进入这个 谷歌这边我们再进行搜索跟翻译哦 Romaine Letters 好,中文,那我们后面打一个中文啊 就是生菜 或者是罗马生菜 那有些人呢,翻译罗曼生菜都有啊 OK 好,所以这个 App呢 对这个提高这个学生的那个学习的兴趣呢 是非常有注意的啦 那我们也会就是举办就是类似这样子的活动 或者是比赛 让学生能够更加积极的参与啦 好,我们这一堂课呢就到这一位置 谢谢